在日本 赏红叶被称为红叶兽 这兽字原本是狩猎的意思 后来演变成为采收植物之一 在后来观赏植物也能使用兽字 更有意思的是 在日本的传说中 红叶兽述说了一段精彩的故事 玩过阴阳师的小伙伴应该不会陌生 我们要讲的就是被称为护影鬼女的红叶小姐 据说拥有第六天大魔王子里 因长得如花似玉 多彩多艺 掳破了金城皇族袁金姬的心 但是因为使用妖术被识破而被流放到护影 不满的原贵族筹集了一支军队 他们头富鬼灭 在乡里横行霸道 这消息传到清晨 天皇命武将平面貌前去讨伐 之后的事情当然以所谓的正义的力量获胜结尾 怀抱荡平天下悲怨的红叶被斩杀 由于红叶抵到护影山的时候 正值秋季 人们便把在野山上观赏红叶称为红叶兽 在日本还有另外一个传说 数百年后 其以男子的形象复观世间 名字叫做枝田信长